你有男朋友 我有 并且这个男朋友 我爸妈还觉得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还是 说说说 要诚实一下 说说说 哪个大学毕业 跟我一个大学还没有毕业 是学弟 是学弟 还是跟我同一个社团的学弟 第几级 第两级 第两级 为什么妈妈不喜欢 因为觉得她太小了 而且可能她以后的规划还没有定 就跟我可能不是 以一个未来 你们谈了多久 刚一个多月 你为什么找她 因为就是 她其实是很体贴的那种 比如说 她是那种 她其实很喜欢电吉他 因为她是玩 就是很喜欢玩摇滚 捧克音乐 完了 你说这个她更不同意了 我告诉你 还有呢 但是她会 她会比如说 我说 她会就是 为了我放下电吉他 和放下游戏 就是说 她跟我一起学习 然后就像这种的 就比较体验 你觉得你们 将来明朗吗 现在看来 其实不是很明朗 但是我会独促她的 那想跟她说什么呢 哎呀 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韦啊 这就在旁边 这个是你请来的 不是我请来的 来来 说点啥 来来 你说宝贝 你跟她说 来来来 宝贝一定要好好睡心 努力加油 出去帮我早日起回去 我看你爸爸在这咬牙呢 请爸爸和妈妈发表一下 获奖感应 来来来来 我尊重你儿的选择 真尊重 假的 真尊重 那爸爸呢 那爸爸说话 叫什么 无道就是大道吧 顺其自然 真的 对 好 管你是咬着后操牙说的 还是怎么着啊 但是有一句话还是 就是 你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 但是不要急于求成 如果爸妈说的对的 该考量的还是考量 毕竟他看的人 还是比较准一些 好吧 你要求多少钱薪资 六千 六千 有地域限制吗 一定要在天津 想最好在北京天津这边 尤其我也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 比如说到了一家公司 但是他那个部门经理 不想培养一个小白 培养完了之后一年 他你又走了 这事你怎么看 你怎么跟他交流 就是我本来想的是 如果老板觉得我合适的话 我研究生一年之后 再回来工作 但是因为以后 你研究生之后 就很长时间的事了吗 不对不对 曾华 他说的很有道理 一年以后 应该只是上一年 说是 我想替这个学生 说一句话 就是各位老板 他可能 现在做投资 是个新手 但是这个新手的增长 是很大的 他是个外柔内刚的人 就是有自己的坚持 而且因为我在大学里 做过辅导员 就这样的学生 是辅导员 特别喜欢的 你的意向企业 就是杨荣是吧 是 因为今天的投资管理公司 只有他们 没有别人了 是这样的 或者是 像各位公司里面的 投融资部门也可以 有投融资部门 但是 五八通省有 像小白呢 你要需要展现你独特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 好吧 来第一轮选择 还有五盏灯